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捞的 搭的不是自己东西千万别拿呀 劳拉知道粉钻不再崩溃大空 对她来讲粉钻就是衣服 但劳宝不管她背伤有多大 你快把客机见下呀 胖姐回家惯常取钻 当胖姐把粉钻还给劳拉时 劳拉要说 粉钻现在揍是皇帝的新衣 我之前是子气气人 你要是心里过意不去 就让我好好touch你吧 从没有人愿意让我摸 之后胖姐与劳拉成功修炼了百合大法 幸福快乐的她一起来 第三个故事开始 大叔一直对照片子录 对妈妈说 他叫饺子 是我女朋友 什么 孩子你滚吧 你要的爱妈妈承受不来 饺子此刻正在和泥巴啪啪啪 晚上饺子对大叔提出分手 我知道你有练鸡皮 拜拜吧 饺子和泥巴在了一起 一天泥巴因为大叔的来店吃错了 本想出走家门 没想到天降横财 泥巴的饺子说 想用这笔钱做面部修复手术 什么 说好一起到白头 你却偷偷居了油 好吧 三观不同不相为谋 饺子把钱留给了泥巴 开始一个人的旅行 而泥巴则进了熟室 准备开启人生新的篇章 饺子和泥巴的故事到此安定了 第四个故事呢 有些心碎 紫薯正在用刀切割自己的大腿 他认为双腿是个累赘 他一直觉得自己是美人鱼般的蓝海质 他跑到马路上 故意让全友妹的车压断了双腿 同时自己也狗蛋了 紫薯死后多年不见的爸爸出现了 妈妈也发现了紫薯自制的美人鱼尾巴 妈妈觉得 儿子之所以正呀 是因为缺乏负啊 觉得爸爸不负责任 你知道当初我为什么走 我有恋童癖 我是为了保护儿子 我忍不住怎么办 至于紫薯对美人鱼的执念 是因为爸爸的美人鱼纹身 让紫薯以为 只有变成美人鱼 才能得到爸爸的爱 爸爸以为的保护 最后倒成了杀戮 好在紫薯也算实现了心愿 在天堂成了真的美人鱼 亲情永远比你想象的重要 情对你的亲人好一点 本片的最后一个故事 马马天生软骨发育不全 想为人母的她 通过体外受精怀孕了 和医生确认 孩子会遗传她的病症 没关系 我会生下来的 娃娃的工作是扮演粉哭熊 这个角色十分受欢迎 老板只把娃娃当赚钱的机器 想休息 不行 还强迫娃娃在最后三集里跳舞 要像克勒药那样跳 老板拿着钱箱去娃娃家 逼她去摄影棚跳舞 不行 我怀孕三个月了 才三个月 有产家 感动我的孩子 娃娃把钱箱和老板都扔下了 最后我在产房成功的分娩 成为了母亲 至此 全片全部安定了 这部电影的五个故事 并不是顺序讲述的 而是互相穿插 互相影响的 全友妹妹开说 撞了紫鼠 找到了真爱大叔 马把扔下的钱 被泥巴捡走了 讽刺了颜值 即是正义的社会现状 针对这集满篇达马的画面 小姐姐表示 心中怒马 自然高清啊 想看完这版本 我们就会把爱在少女那一家 私信基夫 本姑娘就留水荡荡的支援哦 好了 今天就先出来了 咱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